TypeScript 2012 年由微软正式发布 这门语言虽然出现不久 但是在业绩里已经相当的流行 包括Angler, React, Vue 这样被广泛使用的前端框架 都在使用TypeScript进行开发 TypeScript是JavaScript的超级 这意味着它是建立在JavaScript语法上的一门语言 TypeScript把其他语言中的一些精妙的语法 带入到了JavaScript之中 从而把JS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你可以在TS里面使用各种的JS之外的扩展语法 同时借助TS对面向对象和静态类型的良好支持 你可以编写出更健壮和更可维护的大型项目 这门课我将帮助大家 从0到1学习TypeScript 以一个平缓的学习曲线 带大家最终完整掌握TypeScript的使用 课程分为8个部分 首先我会给大家讲解TS中最基础的语法内容 帮助大家对TS有一个直观的认识 其次我将带大家使用Node和TS 开发一个爬虫功能 通过编写代码 巩固大家对基础知识的理解 接着我们将给大家解答项目中遇到的问题 同时扩展讲解更多的TS语法内容 学习完这一部分 大家基本已经掌握了TypeScript中 绝大多数的语法特性 然后大家将学习如何使用TS 编写一个基于Express框架的后端项目 并提出项目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第五部分 会给大家讲解TypeScript中 装饰器相关的高级语法 为解决之前项目中的问题做好铺垫 之后我们将使用上一部分 学习的TS高级语法 重构之前的Express后端项目 后端代码写好了 我们还会使用TypeScript 编写React的前端代码 对爬取道的内容进行展示 完成整个项目的开发 最后我们将对课程做一个完整的总结 整个课程学习下来 我们将完整的掌握 TypeScript中的各种知识点 同时完成从爬取 到生成接口 到前端展示的一个完整的爬虫项目 因为爬虫项目涉及到TypeScript 在开发Note的应用和前端应用中的使用 所以无论你未来想把TypeScript应用在Note端 还是前端的代码中 都能从本套课程中找到你想要的解决方案 课程中涵盖的知识点 在这里我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罗列 像静态类型 类型注解 类型推断 范形 类型定义文件 模块化 打包编译 装饰器 原数据 这样的内容在课程里都会涵盖 同时课程里面还穿插的讲解了部分面向对象的设计模式 以及真正TS实战场景中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 更详细的知识点 大家可以查看课程的章节目录进行了解 这套课程的学习 需要大家对JavaScript和ES6的语法有一定的基础 只要这方面的能力具备 那么基本上课程里涉及到的理论知识点 大家都可以跟得下来 但是在实战项目中 我们会使用Node Express和React这样的技术或者框架 如果大家想彻底的理解项目实战中的方方面面 最好对Node Express和React也有一定的了解 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课程的讲授方式 整个课程的学习曲线相对平缓 我们从简单的概念讲起 逐步扩展深入 帮助大家不知不觉攻克掉 复杂的知识点 因为TS涉及到的语法比较多 所以我们把语法的讲解和实战 穿插在一起进行 这样大家可以通过实战 迅速巩固基础知识 避免遗忘 整个课程中 我会给大家 首敲并细致讲解每一行代码 尽量帮助大家减少细节点的疑惑 课程的知识点 我会尽量的避免灌输性的传授 而是通过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 帮助大家真正的理解每一个问题 如果大家能够完整的把这门课程跟下来 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够成长为一名 中高级的前端工程师 课程中的知识点 如果你能够完全掌握 已经足以达到对中高级前端工程师的要求了 同时 你应该完全可以应对企业级别的 TypeScript项目的开发 无论是前端项目还是后端项目 第三 通过实战的学习 你会对目前主流的框架 不管是前端框架还是后端框架的语法 有更深入的理解 同时 掌握了TS中提供的新语法特性 你还能从更高的角度 去思考GS和其他静态语言的差异点 扩展你的技术视野 当我自己在接触过TS之后 我觉得只要让我去使用TS 我会在每个项目中都尝试去使用它 因为它确实比JavaScript更加的完善 我希望大家学习完这门课程后 也能体会到TS给我们带来的不同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开启这门课程 学习之旅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